先深呼吸一口 这一口不厚不厚 它的浓度就是零 吹这一口气不是酒测 尿液检测不是验毒 这是2024戒烟就营的活动 必须通过一氧化碳含量检测 与尿液中是否还有尼古丁的残留 来确认戒烟成功 今年荣获30万元的陈先生 18岁就抽烟 烟零九年 戒烟一个多月 他分享戒烟最难熬的过程 一开始以为戒烟会很难 其实实际戒烟才知道 其实真的没有很难 加上现在烟真的越来越贵 所以想说要赶快戒一戒 第一两个礼拜 就是想抽烟到手会抖 对然后就是 就是一直 我就一直去腰口香糖 然后就是一直出去运动 然后就是一直出去运动这样 And big tobacco helping people being responsible with how they source and sell their product Why don't we check in with the farmers they've exploited the minority groups they've targeted the kids they're marketing to 在世界无烟日 国建署 董事基金会 与医生共同呼吁 为了保护儿哨 烟商不应该将烟贩售给 未成年人 未成年来讲 因为他脑部都还在发育 那如果他因为吸烟的话 里面有一些有毒的物质 包含尼古丁 胶油 或者是一些燃烧以后的 有害物质 这些都可能会对全身产生影响 那对他的情绪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很不希望 青少年去接触烟品 目前不少烟商会开发新型烟品 国建署呼吁民众 电子烟与纸烟的危害程度相当 家庭 学校要给予青少年 更多的关注 避免年纪轻轻就成也 人间卫视陈欣宋一珍 台北采访报道